正常情况下,女性的阴道会分泌一些白带,其主要作用是润滑阴道,保持阴道的湿度,避免同防或行走时,因阴道或阴部位的相互摩擦,而造成皮肤均裂,出血等。 另外,阴道分泌的物质,还能够维持阴道的卫生,将外界或阴道内的脏东西带出去,以避免子宫和宫腔出现相应的感染。 即使是如此重要的阴道分泌物,有时候也会导致女性出现阴道的不适,比如阴道里面干涩,同防时出血,万阴菌裂,扫养不适等。 对于这些问题,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? 阴道的分泌物主要依赖于阴道B的分泌,它是持续性不间断分泌的,这样才能够保证阴道一直有湿度,而不至于出现干涩等症状。 不仅如此,分泌物的量也会随着女性姨妈精的周期而出现波动,例如姨妈精刚干净的那几天,阴道里面的分泌物会相对偏少,而到了每个月的中期大约到了快要排卵的时候,阴道里面的分泌物又会增加,而到了姨妈精快要来的前几天,分泌物又会出现适当的减少。 其实这并非是阴道所能决定的,关键还得益于女性体内的一种重要激素,磁激素。 这种激素在女性的体内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,它不仅对阴道有作用,而且还对心血管、肝脏、子宫内膜和卵巢等均发挥不同的作用,所以说少了它就会导致很多器官出现不同程度的病变。 磁激素在人体的量并非很多,但是始终维持在一个范围内波动,这种水平足以维持女性正常的生理活动。 但是,随着女性慢慢衰老,卵巢也将面临着退休的境地,而分泌磁激素的主要器官就是卵巢,这就会使得激素的量也跟着下降,由此导致相应的并发症也相继出现。 也就是说,激素是缓解阴道干涩、疼痛的关键,由此会使很多女性相到采用口服或低注的办法补充激素。 这不是不可取,但是需要提醒广大女性的是,磁激素并非是越多越好。 相反的是,磁激素多了以后又会造成内膜发生恶变,乱潮发生癌变。 因此,对于这种既不能多,也不能少的激素水平,需要女性们在专业的指导下使用,切记自作主张,导致其他器官恶变,从而引来大麻烦。 具体如何使用?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,从阴道进行塞药的方式,是相对理想的治疗方式,也就是将含有激素类的药片碾压成粉末以后,涂抹于阴道的剧烈或干涩部位,以此实现缓解的效果。 对于部分女性可能需要配合口服治疗的,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服用,而且在用药治疗期间还要定期检查体内激素水平,以免造成激素水平失调,而引发卵巢、内抹当、变。 另外,在出现阴道干涩、疼痛的时候,避免使用洗剂擦洗阴道,以免加重阴道的炎症反应,避免用药期间的性生活,同时还要注意个人卫生,注意观察白带的是否正常的。 本文由千金方,新媒体独家出品,图片来源于网络,作者穆秋,未经授权,请勿转载。